全台蜜兔运动受害者越来越多 最大滚老师QTA 音乐男无处不在为标题 在16日发文指控性骚扰男 是知名女性的男友L 更透露出线索过去曾是男模 他在内文中控诉L9 喝酒后假借酒意 传统有人 在包厢里摸女生屁股 讲一对耳话 甚至在公园对女性性情未遂 受害者随便问都一对 然该名男子遭案子是任荣轩的男友 任荣轩18日出席记者会 被问到此事 他表示要公布于众 是非常需要勇气 而且不容易的事情 但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我有一点不方便多做回应 然而被追问是否有问男友 他则低调回应 我现在状况一切都蛮好的 ler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